海南自贸港建设蓬勃展开 记者探访夜幕下重点项目工地马力全开 海南十三五发展成就第四场新闻发布会举行 介绍海南坚持新发展理念 三大主导产业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 特别策划报道 海南这五年 今天关注海南三大主导产业成绩亮眼 新业态发展捷豹频传 全球首座十万吨级深水半前市生产储油平台 深海一号今天交付 预计六月在海南领水投产供器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蓬勃展开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 省委书记沈小明要求要以实干担当精神推进项目建设 进一步振奋精神 卯足干劲苦干实干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天动能 2021年开年符合夜间施工许可的海南各地重点项目 24小时不间断施工 自贸港建设动力十足 来看记者夜叹自贸港重点项目工地 华灯初上虽然气温骤降 但海南各重点项目建设工地 夜间仍是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 我现在是在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的施工现场 现在是晚上七点 正式夜间工人交接班时刻 因为实行三班岛 24小时不间断施工 实现了多点开工 同步施工 全项目加速度建设 打扰一下 这位师傅您是负责的吗 我是汉街的 我是负责测量的 我是吊装工 那么这次换班之后还有工作几个小时 我八个小时 作为亚洲最大免税城的海口国际免税城项目工地 白天 夜间 电焊 吊装 安装等多道工序同步开展 我们七个区是同时施工 24小时塔吊不停 吊车不停 晚上夜半是200多人在施工 为保证项目建设顺利推进 海口市秀英区政府靠前服务 协调办理夜间施工手续 中缅这个项目它周围又没有小区 我们按照自卖港的要求 是以这个标准来代替审查 实行这个承诺制 那么他们这些夜间施工 你只要付上承诺 然后备案就可以送达及审批 得益于精准服务 项目实现加速度 免税商业中心近日已完成钢结构框架封顶 目前在海口秀英区的省重点项目有十个 固定资产投资预计完成432亿元 投资总量在海口排名第一 当晚十点 记者来到江东新区国际能源中心项目工地 正遇上海口江东新区项目专员 在一线为项目解决困难 这个是门的位置 现在这个门的位置路被断掉了 这个路口是江东国际能源中心项目的唯一出入口 由于要交还给江东新区起步区路网一期工程 开展管道作业而被封闭 两个项目遇上了施工作业交叉难题 项目业主急得上火 如果没有这条路呢 我们的施工会中断的 因为我们出不来进不去 我们的材料也进不来 我们严重耽误工期 为了及时解决项目推进中的卡点 当晚 江东新区的项目专员找来两方项目业主 面对面沟通 经过协调 在江东国际能源中心项目的出入口封闭施工期间 为项目新开设一条进场路 保证项目材料进场畅通 在江东新区 重点建设项目包含江东新区起步区路网 临空经济区基础设施配套等市政道路项目 大唐国际贸易中心空港一站式飞机维修基地 临空经济区航空发动机维修基地等产业项目 夜间投入施工的有1900多名工人 61座塔吊 534台工程机械设备 我们在江东新区的每一个项建设项目 均指定了一名专属的项目服务专员 通过每天下沉到现场 主动帮项目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卡点 难点 问题 保证项目不间断 满复合的施工 2020年 海南全省105个重点项目 累计完成年度投资786亿元 年度投资计划完成率达116% 新的一年 海口 三亚 文昌 定安等市县重点项目建设 马力全开 昼夜施工 切实发挥省重点项目在稳投资中的定盘星和压仓时作用 今天上午 海南省新闻办举行海南十三五发展成就第四场新闻发布会 聚焦海南坚持新发展理念 推动高质量发展 三大主导产业成为经济增长重要支撑 十三五期间 海南加快推进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 2019年已提前完成十三五时期规划目标 2020年 海南旅游经济强劲复苏 初步预计 全年接待国内外游客6500万人次 实现旅游总收入860亿元 旅游恢复情况成为全国最好的地区 十三五期间 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全域旅游示范省创建单位 培育了海洋旅游 康洋旅游 文化旅游等13大旅游业态 同时 加强产品供给 形成了由国际国内品牌酒店 主题酒店和民宿等 组成的旅游住宿供给体系 立足海南自贸感特殊政策 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深入研究中外消费者的旅游需求 探索对接和服务旅游消费新路径 加快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 作为三大主导产业之一 十三五期间 海南高新技术产业加快发展 2015年底 海南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只有169家 之后 每年增长幅度约为40% 截至2020年底已经达到838家 比十三五初增长近400% 超额完成了预定目标 预计到2021年一季度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可超过1000家 继续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引进工作 落实好高新技术企业研发奖励等相关政策 促进国省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为海南自贸港建设增添创新动力 医疗健康产业方面 十三五期间 海南在全国率先探索出台健康产业规划 并以乐城先行区为抓手 稳步推进一和两级三区健康产业发展格局 十三五时期 海南省互联网产业发展呈现高速增长 成为12个重点产业中发展最快的产业 到2020年底 海南互联网产业营收规模达到了1200亿元 年均增长率超过30% 在十四五时期 要实现营收五年翻两番 计划2022年要超过2000亿 到2025年实现是4000亿的这个目标 十三五时期 海南还以国际教育创新岛建设为引领 建设灵水离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 三亚崖州湾科技城 海口江东新区桂林阳教育园区等省级重点教育园区 大力发展教育服务业 吸引国际教育消费回流5万人以上 引进2到3所境外底供农医高水平大学 职业院校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独立办学 引进30所以上国内外知名高校 在海南设立分支机构或开展中外合作办学 十三五期间 海南在进一步推动海南金融业 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 和推动投融资便利化方面取得显著突破 海南首资合格境外有限合伙人基金 交银国际科创盛新QFRP股权投资基金已成功落地 促进离岸新型国际贸易业务规模成倍增长 截至2020年12月末 全省离岸新型国际贸易收支累计已超18亿美元 十三五特别策划报道 海南这五年今天聚焦 海南围绕三大主导产业 聚焦12个重点产业 交出亮眼成绩单 上天若海在海南皆可实现 我身后就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的发射架 2020年11月24号 就是在这里 长征五号姚武运载火箭成功发射了 去月球上挖土的嫦娥五号探测器 并带回来月球土壤样本1731克 时隔44年 人类终于更新了月壤样本 嫦娥五号从月球带回了月壤 奋斗者号从马里亚纳海沟带回了深海水样 2020年11月10号 从三亚出发的奋斗者号 在马里亚纳海沟成功坐顶 创造了10909米的中国载人深潜新记录 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人深潜领域 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上九天揽月下午羊捉鳖 十三五期间 航天和深海领域频线海南身影 借力航天深海科技事业发展 可能推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 培育未来产业 南方育种 深海科技 航天科技为代表的 陆海空领域汇聚资源 打造了南方科技城 三亚深海科技城 和文昌国际航天城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 十三五期间 全省高新技术企业快速增长 从2016年的201家增长到830家 年均增长达到41% 增长幅度位居全国前列 全省省级重点实验室 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总数 增长至114家 逐步形成 以电子信息 生物医药 高技术服务为重点的 高新技术产业集群 科技领域海陆空捷报频传 旅游业方面 海南海陆空旅游产品层出不穷 十三五期间 海南成为全国首个全运旅游创建省 加快打造处处有旅游 航行加旅游的全域旅游新格局 不断航使千亿级产业的发展基础 想看海南最美的风景 沿着海南环岛旅游公路走 就没错了 这条璀璨的旅游珍珠项链 将串联起沿途九类 84段景观区域 68个特色海湾 261处滨海名胜古迹 还有40个特色驿站 提供休闲休息 让游客能够充分感受到 海南的大海 湿地 热带雨林等自然风光 和淡加文化 林苗文化等人文印记 处处是美景 一点都不夸张 全域旅游的发展延伸 让海南人才两望 十三五期间 海南接待游客和旅游收入 每年均保持两位数增长 2019年 海南旅游总收入已超千亿元 提前一年完成十三五规划目标 海南旅游产业的转型升级 也让越来越多的投回客 便回头客 我们行业这话明显感觉到 随着旅游产品越来越丰富 海南对游客的吸引力越来越强 海南已经成为大家来了 还想来的地方 十三五期间 海南现代服务业也不断发展壮大 其中医疗健康产业亮点增量 国欧乐城首个使用境内 真实世界数据的医疗器械产品 获准上市 进口特需要卸品种 首例突破100例 互联网产业逆势增长 海南生态软件源 列入首批国家数字服务出口基地 跨境金融区块链服务平台试点启动 金融业领域 海南银行业存贷款 首次双双突破万亿元大关 全程首个自由贸易全功能 跨境双降人民币资金时业务 落地实施 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 高新技术产业 已经成为海南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 昨天 省委副书记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组长李军 主持召开 省委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全体会议 会议传达学习了 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 审议了关于设立海南省实施 乡村振兴战略领导小组的方案 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李军指出 要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 促进农业高智高效 乡村宜居宜业 农民富裕富足 要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要求 全面推进海南乡村振兴和农业农村现代化 要以南凡育种为抓手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以共享农庄为载体推动旅游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 以农村人区环境整治提升行动为手段 推进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建设 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农村三块地改革 肯地融合一体化发展为举措 深化农村农肯改革 近期要推进落实冬季瓜菜生产 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村社区两尾班子换届等重点工作 副省长 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平志提出具体要求 昨天下午 省委召开2020年度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 通报座谈会 向各民主党派省委会 省工商联 和五党派人士代表通报工作情况 并就做好2021年工作 听取意见和建议 省委常委 省纪委书记 省监委主任 蓝佛安代表省委通报有关情况 省委常委 省委统战部部长 萧杰主持会议 会议指出 希望广大党外人士准确把握形势 一如既往地关心 支持 参与和监督 海南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不断增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 民主监督时效 加强作风建设 自觉接受监察监督 为加快推进自贸港建设 做出更大贡献 今天上午 海南召开全省疫情防控电视电话会议 要求要毫不松懈抓好冬春季疫情防控工作 不折不扣 把疫情防控措施落实到位 会议指出 全省各市县各部门要严阵以待 坚决扛起责任 密切关注疫情形势 全面做好外防输入 内防反弹工作 要求各级指挥体系进入状态 加强责任 确保落实疫情防控四早措施 落实四方责任 要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管控 文旅疫情防控 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演练 继续做好新冠疫苗接种及常态化疫情宣传 和公众疫情防控指导工作 副省长王璐出席会议并讲话 由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全球首座 十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 深海一号 今天在山东烟台交付起航 赴海南灵水172汽田实施汽田开采 预计今年6月投产供企 我现在山东烟台海洋工程码头 我身后的深海一号将于今天 在三艘大马力托轮的共同牵引下 从渤海海域一路南下 于2月份彼达海南岛东南灵水海域 进行油气开发的现场安装 用于开发我国首个1500米深水 自营大气田灵水172汽田 深海一号能源站是全球首座10万吨级 同时具备油气处理 宁吸油储存和油气外输功能的 深水生产作业平台 平台作业水深达1500米 最大投影面积超过8300平方米 相当于两个足球场大小 总高度达120米 相当于40层楼高 排水量超过10万吨 相当于三艘中型航母 运用13项国内首创技术 疲劳寿命达150年 可抵御16级超强台风 平台搭载近200套 关键油气处理设备 最大储油量近2万立方米 深海一号平台 按照30年不灰屋的设计标准建造 总装快速搭载和精度控制技术 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多项深水施工技术 突破1500米南关 全面掌握了中心管会 等11种水下关键装备的 自主制造技术 超大型深水装备工程总包能力 显著提升 深海一号将在临水海域 展开为期四个多月的 油气生产设施安装和调试工作 预计今年6月具备投产条件 领水172这个汽田的投产 将依托海上天气管网大动脉 每年为粤港穷等地 供应30亿立方深水天然气 可以满足大湾期 近四分之一的民生用气 汽田的开发也为海南岛 提供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 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 是省委省政府2020年 为民办实事事项之一 2020年以来 海南全面推进 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 打通了城乡居民就医结算的 最后一公里 村医通智能服务终端 通过与人设税务等部门联合 具有医保结算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 社会保险待遇 领取资格认证等功能 为居住分散 偏远和交通不便的参保人 提供了家门口 医保社保的一站式服务 目前全省已有318个乡镇卫生院 6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站 2354个村卫生室 配备了功能多元的村医通智能终端 以前我们要来回的 到跑卫生室里面 去做那个录入电脑结算的 后来我们就直接可以带上药品 拿上那个村医通 就可以在家里面给他做 那个医保结算了 这个很方便 我们建立了整个 我们一个村医通的运行监控平台 可以实时监控部署情况 结算人次 以及我们的结算金额 下一步 省医疗保障局将继续跟踪 村医通落地使用情况 和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对村医展开培训指导 办好办实村医通便民服务工程 持续优化我们村医通的 功能服务模块 加强应用推广的力度 加强安全可靠的运维管理 海南以资源条件为基础 围绕产业兴旺 生态移居 乡风文明 治理有效 生活富裕 乡村振兴的总要求 大力推进项目建设 助推乡村振兴 北京美食酒店项目自洛洪文昌市文城镇大潭村委会排田村后 始终以振兴乡村建设为出发点 捐资一千万元建设排田村美丽乡村 让村庄基础设施得到全面升级 其中村民之家已于2020年12月中旬投入使用 受到村民的欢迎 这个村里边改造完以后 我们决定搞一个北京小区一条街 发挥着夜市经济的这么一个效果 使农民有技术可学 使农民有工作可干 使他们和我们写南共同走一个致富的发展道路 清华大学乡村任亲工作站 城外站项目近日开工 这是海南首个清华大学乡村任亲工作站 工作站将依托清华大学治理资源 校友资源 主要开展服务乡村权育规划 实体改造 教育支持 文化建设等工作 建成后将成为一个融合多学科背景 汇集当地政府 高校师生 企业团体等方面 力量的协同平台 助力乡村产业 人才 生态 组织等全面阵型 其实有咱们尘埃的特色 有涌发的特色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结合这些特色 去发展相关的一些产业 包括一些技术服务 包括人才振兴等等 希望通过这个工作站能够给村里导入一些产业资源 尤其是一些文化产业的一些资源 能够带动乡村的产业发展 相逢文明 海南首个光储充检修一体化充电站日前在海口启用 将为全省新能源汽车提供充电检测维修一条龙幅 此次率先启用的美兰机厂充电站是国家电头携手护能出行 按照装随车走全岛覆盖的原则 共同打造的首批五个充电厂站之一 建设内容包括八台120千瓦双腔直流充电桩 并配套建设车棚屋顶光伏和储能系统 十三五期间 海南高度重视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国家电头美兰机厂充电场站投入运营后 可为上百辆乡村客运微公交电动汽车提供服务 加快推进海南充电产业的发展 我们18个四线区间社会服务网点 通过叠加服务 室内的消毒安全检测 让充电的人觉得物有所值 记者从昨天召开的2021年全省交通运输工作会议上了解到 十四五时期 海南将加快构建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打造交通强国建设先行区 实现一个总目标 构建两个交通圈 打造三类综合枢纽 建设四张网络 全力支撑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实现一个总目标 即到2025年基本建成综合立体交通网络框架 综合运输服务效率和品质得到明显提升 构建两个交通圈 实现全球主要发达经济体一日到达 全国主要城市四小时覆盖 全岛三小时畅行 海城稳定 大三亚两大经济圈内一小时通勤 实现物流省内一日 国内两日 全球主要城市三日送达 打造三类综合枢纽 就是强化与空港机场的一体衔接 打造开放融合的国际门户枢纽 推进客运林焕城 货运无缝衔接 构建极约高效的陆路交通枢纽 建设四张网络就是安全便捷的公路运输网络 快速通达的铁路运输网络 布局全球的水路运输网络 和联通全球的航空运输网络 海南省自由贸易港 游轮游艇研究基地 日前在海南热带海洋学院挂牌成立 将培养各方面高层次人才 开展游轮游艇研究 着力服务于全省游轮游艇企业 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 实现海南游轮游艇业的跨越式发展 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 明天再会